好,谢谢佳明,待会更详细的天气预报内容锁定佳明的气象时间 我们先带你来掌握这一起讯息 发生在南投仁爱乡 这对夫妻他们要来出门找自己俏家的女儿 结果昨天晚上就在一家便利商店门口广场 他们准备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找人的时候 这丈夫突然从背后被人开枪送医不治 因为这对夫妻曾经多次和女儿要求她说 不要再和女朋友交往了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跟女儿男友发生了争执 引来杀鸡,警方正在积极调查 凶案现场警方拉起了封锁线 椅背上的弹孔清晰可见 一旁的公共电话机留下一次歹徒犯案的激证 当时黄姓夫妻坐在普务公路这家便利商店的广场休息 突然一声枪响,坐在椅子上的丈夫随即倒地,痛苦哀嚎 听到啪一声外面的声音 可能有一点昏厥过去的,后来又有醒过来 醒过来的时候一直喊痛 妻子也看丈夫血流如住,赶紧叫救护车 不过由于伤势严重,送医之后仍然不治死亡 警方调查,黄姓夫妻就读国中的女儿翘家多日 他们查出女儿疑似和南风村一群年轻人在一起 2号晚间,他们到村内找到这名年轻人 要他不要再跟女儿来往 好几次离家出走,就是有交男朋友了嘛 都找不到他 都被那个男朋友吵架 警方后来找到翘家的女儿 不过听到父亲遭枪击身亡 女儿在警局内的反应显得有些冷淡 至于枪击案是不是跟女儿的交往男友有关 警方正积极过滤可疑对象,厘清案情